那还有人酒驾自己跑到警察局 是自投罗网的 真的是喝酒喝茫了 南投埔里这名徐姓男子呢 凌晨在邮局的提款机领不到钱 气得到派出所去报案 浑身酒气 原本坐在椅子上的徐姓男子 突然之间站起来 拳头就对着后面玻璃橱柜打下去 四五名远警连忙站起 一起压制男子 男子的情绪非常激动 不断扭动挣脱 费了一番力气才将男子的情绪安抚 徐姓男子是先在值班台大闹 直说邮局的提款机领不到钱 一会儿丢钥匙 一会儿大声叫嚣 但远警一直闻到浓浓酒味 在他说话的同时呢 我们的远警就闻到他身上浓厚的酒味 那因为又看到他是骑机车 来这个派物所 所以就依法 这个来对他进行酒测 他就情绪激动 就往那个玻璃箱子一直 然后使玻璃碎片就变成这个样子 警局玻璃被男子一拳挥碎 之后又对男子进行酒测 酒测值达到0.9 又打坏警局玻璃 除了公共危险罪嫌 还加了一条破坏公务罪名 记者索尤雅南投报道